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有菩萨对师父昨天的讲课 讲到心性之中 若是你将来慢慢慢慢从向入性之时 心中如是的结问 心里面有很多疑问 昨天那个经文之中听不懂 也就是维摩节如何跟文书之间的种种对待 其实它也是每一个人当下修行时 就从最初开始每一个感受当前 你若是都能够在决心上面念念回光 念念观照当前 现在刚开始心未熟时 你看到都是眼前这些成像 跟成中的一些发心跟作用 所以你就在成像里面 不管你觉得 性情的境界知道不知道是觉 或者是是动是静 或者是是染是静 你现在所有的一些心中的体会 还是落在尘埃的那种实力 也只有这种下手术 虽然是落在尘埃 但是这种下手 慢慢慢慢 你就会在过去尘埃的成像之中的执着 总有一天你突然看到 你面对的是你的感觉 你面对之间体会的是决心 所以你也知道当下这个感觉的平等 但是你完全的重力 再也不是这种表面的沉重的从种作力 你是看到 虽然眼睛看到是成像中的 一个感觉的这种呈现 可是你体会的是 心性之中每一个性德的作用 每一个当下 心中的作用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以我现在给你大家说 到的那个时候可能呢 也只是最初的皮毛 还不是真正经文中讲的 你可以看得到真正自信之中的 智慧的交结 结就是维摩结的结 但从你用功将来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 你再也不是只是用到现前 你感觉到那种观感的 最最末少的粗厚 不是这样的而言 就类似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修行 还一直在观感上 到底是怎么样感觉 到底怎么样放下 到底怎么样无浊 那都是成像之中最初的寻命而已 那个是石流之中 讲到中文的石流 里面那还叫巡流 巡流的过程而已 那是任请你利益尽神匹 你所说所所体会的 你不论说不是那个味道 但都不是到家的 都还未到家 但要你真正熟悉知识 若是有一点点类似 你不要说到了最后 那种心智之中的成就 你就算刚开始 已然看到心性的作用 那虽然叫见机 但已看到心体的迹象了 你再也不只是 你现在感受上 修行上于尘于尽的那种 心中那种最粗躁 最末少的表现 也不是那种体会了 你不是看到心体之中 每一次那种从体到用的 或者从用肢体的 互相不断的交接交换 你看到还是沉香 还是感觉 还是境界 但你在那里面体会的 就是心里面 智慧之中不断的 互相交稳 接稳 要是在那个时候 你再来看这部经 可能你才能够体会 这个经中讲到最末 后面大致先前那种维系 你虽然会到 但你心中依然无疑 你已经体会得出来 如实的境界了 所以这种境界 不是说你将来 还是用一般我们刚开始的 修行之中 你能够去辨析到丝毫的 但是你又不能在最初修行时 你所有的道理 你在所有的熏气上面 你不能够先扎下如实的根基 先种下先种下如实的身影 所以在经文昨天讲到 维摩杰跟大致文书说 从痴有爱则我病生 以一切众生病事故我病 这里面再也不是我们的修行 你一直感觉到 只是在境界最末少的层面之中的语言 而是你站在看到最末少的层面时 你已经体会到了心性作用的语言 在心性那个作用当前 能够担当一切感受 担当一切境界的那个维摩杰 叫无垢真 你看到这个无垢真时 也表示你就在当前的每一个境界 每一个下属处 你是念念要体会那个根本 绝体的大致 那你要体会绝体大致之时 你用的就是 现前在每一个境界 每个感觉的那个担当嘛 那个不够称嘛 所以你依旧看的是眼前的境界 所以末少的丞相 你当下做成促进 鬼光的地方 但是你慢慢将来会体会到 那你心境一步一步 在内心之中的 如是的变明 变细 那叫交结 那叫结问 结就是维摩杰的结 所以那个时候知道 眼前的境界现前时 因为境界就是境界 你不必要改变它 不叫境界 感受就是感受嘛 你不必要改变它 不叫感受嘛 感受就是现前 但是能现前 你已经是站在一起感受现前处 你是站在能现前的境界 去担当现在所现前 你似乎的变化 所以这个似乎的变化 就是有病 就是过去众生流展出 但是不能够如是变化不叫绝 你躲在如是变化是病 能歇出如是作用 似乎是病相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病 它的根由之实 这个病才叫歇病 病歇 才叫疗病 所以在心底深处疗病的根源 是你要明白如是病 辨析如是病 因为你知道如是病时 你就知道那个圆 过去在那个圆中 圆中现病 并不是病 你要是躲在被圆而说的那个病 那病从此以后就是流转 所以你不能不知道众生病 但你不能不知道 能现众生病时 其实就是你根本 亲民无病的决体 那这些语言是谁在对话 不是只是经文之中文书 跟维末节对话 这将来你会发现 你一步一步走来 就算到了见机而已 你心中都有如是长生 如是便携 你会站在用中向体变 你似乎就好像又站在体中 向用去结问 向用去问疾 在体中去用问疾 你又似乎又站在另外一个心疾的角度上 你又站在当前的作用上 又想体去征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这是一个行者心中长迷的境界 这是一个学人心中 你能看到到的学心的境界 这个不要说你用到修行回头 你用到世间世间的学问都有如是的迹象 都有如是的境界 你学习世间法中都有如是的心中的作用 只是过去可能我们新初 你在这个上面 你没有体会维系而已 现在我们是个修心的人 学佛的人 你就不能够再跟一般人一样心出嘛 你要看得到心体的文系嘛 所以你将来绝对不要想到说 学佛只是一直在这个境界表面上 一直在变什么是境 什么是染 什么是无浊 什么是浊 早 还原意啊 还太远 你能看到是什么是染 什么事情 是最初的寻觅 这也不要落在如是寻觅上面 以为心有所得 你还要练练打破寻觅啊 将来你自心所起的声音 都不是你坐在末上境界的声音 那个才叫你用了心 那是你真正用心的人 所以一种一切众生病 事故我必 所以在这个无垢称 维摩节就叫无垢称 他能够称量一切 称量一切的一定无垢 称量一切的一定不会捉持一切 就是无垢的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看 称量一切不会捉持的无垢 它就是一个一个显出 种种称量出啊 一个一个显 单独而显出啊 因为一切感觉 它不会是一起现前的 一起现前就叫一种感觉 那种感觉的像叫做一起 它就是一个感觉 就类似我说的那个照相 照相里照一百个人是一张 照一个人是一张 你不能说照一百个人那一张 你说是一百张 那还是一张啊 感觉也是一样 你现出种种感觉 清黄吃白 喜欢哀乐 都聚集处 那也叫做一个感觉 那个感觉叫杂觉 所以你的感觉都是怎么现 就是一个一个元起现的 但你一个一个个别而现处 就是你能担当一切法中总相能承担出我 不是吗 那就是心啊 所以你当你一个一个元起处 就仿佛好像什么 就是一个一个着现在的元起的氛围呈现 那都是够啊 那都是成磊 那成磊过去讲到成中的那种累积 那不见得说一定是过患 你要明白它就是随缘的成磊相 你明白它就是能够起承如是的季后 就是能够起承如是的 好像有质地的这种后酌相 其实那就是绝嘛 决心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的季后 那个时候的后酌也不是病 先出来似乎是病 但也不是病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就是这样 就不是病 主力是镜子先射 过去在射中你不知道镜子时 你就会被射迷惑 将来你知道镜子时 镜子一样造色 还有一样造你过去 你所迷惑的色 造黑之时 一样造黑 黑中的境界情境 一样呈现 跟你过去的时候一模一样 一分不增一分不减 但你还会觉得是病吗 你一样解 你一样解释 这是镜子随缘 所以有黑色的这种成分 似乎就有黑色的成分 那种气氛的累居 所以呈现出黑色的形态 所以有很浓的黑色的感觉 你讲镜这些 你都不叫做病 你是知病 你不叫做病 为什么叫知病 知其缘故 知其累居 知其现象 镜子的批语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容易懂 心中与感觉的作用就是如此啊 所以常常行者要把心静的作用 常常体会于圆静 在静体上去做坏 叫大圆静置 那明白上现在的当前 所以那个无垢真线前处就是一切什么 一切众生线前处 一切众生是什么众生 就是一个一个的呈现处 一个一个呈现处 就是一个一个随其缘起似乎的成分之中 所有的呈现处 所以这个呈现处 正在呈现时仿佛众生有病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众生有病 而且这个呈现是根本无够的呈现 所以说似乎我有病 所以叫一切众生病 事故我病 那这句话是让你在决心上体会 命令之间知道你过去的心中是怎么样流传的 你现在能够在心中的维系上 你每一个奇迹动力 你都能够观察维系 能照见本源 照见本来 你在心情之中都不多 每一个念头缘起的种种诛病 那种心中的勾染 心中的无名 你将来才能够在你现前的夜报身上 你不要说师父讲完就没病 就像一些是一间外道一样 现在 那边什么卢台长的那些一样 我帮你治病 那些都是外道 那些病是这样治的吗 身体本来你只要有坏的地方 它就能陷病 世尊成佛都还陷病了 你干嘛让他不病 世尊成佛都还要陷灭盘 还要离世弃世 你干嘛还要怕死 之所以病时 会被病中所受其病苦 死时会受其苦 死中的恐惧 是因为你执着太深吗 讲你念头都不多 你还会执着病与死吗 你根本不必在病上疗病 你只知道陷入这下 我该如何调治就是 调治的目的 是维持如是像 但你也知道因缘 如果是像已经到了没有因缘处 你根本不做如是 心里面的任何的执着 那你内面心 你看到这个像中的坏坏 你根本不执着他 那你不执着他时 你不单叫做疗病 我还保证你是什么 你根本不都病相之中 所以你就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 你干嘛要在这个 现在一定要坏的病相上面 说你治不治病 你如果是还有在一定的病相说 治不治病 我就保证你的念头 你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那你治也是枉然嘛 那你会说 师父法师你想的好太玄 什么知道到哪里去 你不知道心境就是如此吗 所以那天我才讲 一个世间的善行人 一生的善行 因为善行之中虽然是世间的 但是他的善行的气氛里面 就有如同修菩萨恨的 他还能够在自我观感之中 一定斑驳 念念去体会别人的观感 那种心中那种慈悲 成分较大 他就体会别人的那种痛苦 是成分大 他就我感就淡薄 我感淡薄 就类似于你现在体会的无构成 你能站在根本无构成上 体会一切 只要我知淡薄的人 所以像这种人 他还不是修心的人 但是这一辈子善业所遗迟固 凌亡生时都没有思苦 甚至有个交代后世 有时候还知道 我这样好像 听到一个很祥和的地方 好像我知道要去哪里了 他整体的意念已经思苦 已经随着他的 好像那种善心的接应 气氛的接应 就已经到那里了 所以他相信到那里 他为什么要相信到那里 他不是智慧已知 他是因为善业已知 自然就让他明明白白相信 我要到那里 他既然要知道到那里 他根本不会觉得 病床上那个老的是我 他根本也不觉得 现在那个老体 躺在病床上 将死的是我 我还有死吗 那个要死将死 是不是我 根本没如是念 为什么会没有如是念 善业已知故 更何况 我们是修心的人 你还在这个病上 说聊不聊病 聊得那么可怜 那么苦 还自己妄称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若是这样子治病 观世音菩萨有如亮罪 你弄得那么可怜 再猜一猜别人 你是不是哪里要痛啊 我讲你们都会痛 我去不信 你们是不是在病上要痛啊 都痛 怎么不痛 对我要痛 你看台长多灵 光这句话 你们看台长多灵 这种表情 这句话 当下这一念心态 你就可以看他 这种人的心态 这种龌龊 你们居然还信他 这个心性 这个动作 你看得出来 心在哪里吗 居然还信他 他这个心态就是病 大病 将来可能就是无间 就是阿比 你还用他来治病 反正能够被他治好的 不是什么灵验的 是业力使然 你精神被他治好以后 你将来生生世世 与正法遥远 他治的只是你一时的 现在的病体 但是他害的是你永生永世的 善根毁灭 断的是你永生永世的 善根毁灭 所以我们的老祖先都告诉你 这些怪力乱神 你说都不要说 何况还要靠近 说都还带起那个气氛 何况还要去亲近接近 因为你不说 你眼睛看耳朵闻 都是阴神落在你心中的尘埃 都是饮料 你要真的怎么断病 看到你的觉体 你根本就是随缘来随缘去 将来必定要走 你不要怕有病有死 就怕你在将来生病死时 你不知道觉体 那才叫可怜人啊 你不知道怎么用心 那才是时间 将来一定沉沦的人啊 你但用善心 都还是能够救你的病苦 跟病体 跟死苦 何况你还用那种可怜 委屈的心 一直在想要去自己 多拔救自己 那不是你自己再加深 下一面的我之中的执着吗 那才是可怕 那才是将来你断掉 法神会命的可怕 所以你不是病苦 你将来最苦的是 法神会命断尽 那恒受病苦 为什么法神会命断尽 恒受病苦 法神会命断尽的 根本的向左就是 兼顾我之 法神会命断尽 就表示 你念念沉中流转 既然兼顾我之 念念沉中流转 但要有病相先前 你就一定比别人感受 多出十倍 百倍 千倍 感受很深 世界人生病同样的病 但他有福德 同样的病 比如说癌症 你要去看医院看 隔壁间的癌症的病房里面 都是插管啊 插呼吸器啊 在那边熬最后的生命 那种可怜 可这人有福报的时候 同样是病 也同样到末期 同样要死了 可他没感觉 这封师父知道 我父亲就是这样 他叫肺癌 医生已经叛大 就没几天的生命 隔壁都是肺癌房 那都茶馆啊 干什么 每天都呃呃呃呃呃呃呃 痛苦的要命 那我父亲 早上还在讲话 我们吃东西 下午就走了 没有病苦 谁说一定要受苦的 谁说一定在病中 面对死亡的时候 一定会惊恐的 谁说的 你自己心中若是 有那个福德 根本在这些东西 在自心之中 你根本不被他所影响 那福报一直都尚且 不被他影响 但你看到现在 你这样苦苦哀求 怎么治病 你已经被影响 你不觉得你可怜吗 所以一个学佛的行者 你在最初 生命大病未现前世 生了病死的 那些所有的苦难未现前世 早做准备啊 早要未雨绸缪啊 早做准备 你念你之间 若在心性上面 若是念你之间 肯证明你的心性 肯坚定你的生命 念你之间 你懂得每一天 你的对待 跟周遭的对待 是该发什么心 在念你之间 你平常心里面 要掌扬什么样的气氛 每个人都要碰到 神老病死啊 碰到之时 你叫做智慧 碰到之时 你叫做积居 对将来生中的福德 谁说一定是病 一定是死 那是一次一次 面对世间幻境的道场而已 道场 道场在哪里 神老病死 就是道场 所以你明白 所以你明白那个局行时 你要用到这个心中的那个称量 因为没有如实的无垢称 哪有这么多的感受 你每一个都是感受 心中的感受 不都是感受 都是一个个呈现 你没有感受叫生命吗 没有感受根本没有生命吗 但是你只躲在每一个感受里面 都被感受所蒙蔽 你还也 你也叫生命吗 那也不叫生命吗 你这么生命的根本的本源 生命根本的总向就是 它能陷进一切感受 因为陷进一切感受处 你就知道那一切感受 能陷的一定超越感受 那一切感受一定是随缘 随缘感受才有生机 随缘的感受才有什么 才有那种生气 随缘的感受你才能够多采多姿 不会感受一直停在里面 叫感受 感受田在里面怎么叫感受呢 感受田在里面叫木头 叫死吉 感受一定要变化 才叫感受 那感受变化之时 是感受在感受吗 感受自己都在变化 感受怎么会知道感受呢 那能知感受的才是真正的感受 所以感受两个字 你要听清楚 感受两种相 一个是所感 一个是能感 从来没有一个没有所感的能感 所以全部所感 其实就是能感 也没有一个没有能感的所感 所以你不要老是多的所感 你一定知道还有一个能感呢 所以这里面光这样讲能所知识 你都能体会 每一个决心先前处都有一个 虽然那个能感还不叫无构称 但是都有一个无构称的什么 适者嘛 所以为什么他那时候文书去看说 他空无适者 将来维莫杰会告诉你 适者在哪里 一切能感受不就是适者嘛 就是程序相嘛 你总体是维莫杰 但现在用中最末生的冷觉之中的经济 就是维莫杰 无构称的适者嘛 就是他是适者相 所以将来你先要体会维莫杰的适者 那个能觉的亲近啊 所以能觉之中的亲近 它一定能现出所觉的状态 那所觉的状态是如是状态 所以你以为能觉有如是状态 所觉是黄 你就觉得好像能觉是黄 因为能所根本就是一体 能觉那所觉是黑 你就觉得能觉是黑 所以他众生有病 我有病嘛 但能觉事实上 非黑非黄 非黑色 你现在每个念头都是这样子呈现的 你自己不认嘛 你一直抓在后面感觉 然后抓在后面感觉 再问我怎么跳出感觉 你不是自己一直抓在后面 就算你想跳出 但你难舍前面这个抓着 你根本跳不出嘛 那先生教理说放下这个前面 你也放不下嘛 你怎么放得下 所以一般人外道不懂 因为前面可以放下 谁叫你前面放下 你不知道所觉就是能觉 你想要把所觉放下 你把能觉也放下 能觉你放不下 因为能觉都在 所以你就永远都是所觉 你既然永远都是所觉 所以你就永远都会顺回说 你叫我放下我放不下 所以讲座放下 所以讲座放下 他根本不知道决体的 那个叫做外道 随便忘说放下 那你说世真也告诉你放下 世真是谁 是佛 佛告诉你放下 意思就是 你要站在决体上面说放下 叫世真告诉你放下 佛们看经书 佛们看道理是要这样看的 你不能说佛也说放下 你根本忘记佛也说放下 佛他称你什么信 他担当现前你要知道在哪里立命 所以你要一觉才能放得下 意思就是什么 你要知道能觉所觉都是觉 既然都是觉 你为什么只多所觉 你为什么不知道能觉 所以你在那么浓厚的所觉之中 你将来慢慢若是都能体会能所知识 还不要说真的能知道维摩节 跟文书是例 你都能够体会到能所知识 你慢慢慢慢就在所觉里面 你就会发现有一点点古人所说的淡薄了 因为你一直在体会能所 能所觉就淡薄 所觉只要淡薄 总有一天 你过去会发现 过去任何的烦恼现前 最强烈的烦恼现前 反正这种事现前 我就是一定很大的反弹 一定是最大的刺激 一定是最大的痛苦 突然他同样现前 你居然也觉得默然 也觉得淡薄 不断烦恼烦恼自断 你要从平常心中为你自己建立 你要从正确的角度 逆面不断的提醒 你不是说临时抱佛教放下就放下 你那个临时抓的绝对看不到绝体的样子 你根本找不到一点绝体的迹象 绝体的迹象就叫佛教 你到哪里抱 根本抱不了佛教 根本抱不了佛教 你要这样念念体会 所以这边讲 若一切众生病灭 则我病灭 对吧 若一切众生病灭 这是中间的坚虚值 此不是众生病要灭 有个病可以灭 所以后面还有一些话是很重要的 但这句话就要告诉你 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 表示这个能锁是一气一如的 这个根本的大致 能担当的无构成是一体的 那众生的病怎么灭 你不根本不必灭终生病吗 谁叫你灭终生病 你只要知道是觉 众生性病都不是病 你只是知 就像镜子 你知道是进体 你现黑 你也不是黑嘛 你只是知黑 何方人情现黑 居心也就是如此 所以假如说你说病灭 你就潜在意识 抓着真的有个东西可灭 那这个叫做大病 所以你要知道这句话 在乌克武城跟大致讲 表示你在用中跟致体中说 若是重生病灭 你就要完全解释得出来 在这个体德上面跟大致体中 说的病灭绝对不是我们现在 最末少繁琴那种卑劣的思维 那真的有个东西给它灭 可是你不要错人 你要知道不是错人 不是那个无名 全你知道是觉 那就是众生病灭除 那众生病灭除 何妨献起众生 就是如此 不爱一切 众向发挥 所以你先懂了这个道理 先要知道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众生 末少的语言 他只站在维摩节体上 无构称体上 念念在大致的对谈 所以既然是维摩节 当下能够担当的一切有构的无构称 如何在这个作用上 念念能体明大致 所以在当有对答之中 若众生病灭 则我病灭 那这个病是说什么病 是你要约维摩节的 这种无构称的 称量之中的担当智慧 说的这句话 那称量中的说的这句话 这就不是抓着真有如是终生病 那个病相之中 终有可灭不可灭中 说灭与不灭 或者是说病与不病 你能有这个担当 有这个思维 已然叫做灭病 已然叫做治病 那才叫真治病 真疗病 所以后面讲 所有者和 菩萨为众生故如生死 有生死则有病 大觉心体 为众生故 什么叫为众生故 你先不要把这句话 讲到用世间人讲到 好像菩萨多词被为众生故 菩萨就叫大觉有情 大觉有情 现前就是众生 所以凡一切众生 就是友情啊 不见友情哪有大觉 为什么叫大觉 你要能献一切友情处 叫大觉 讲你渡在哪个友情 渡黑就不知道白 那叫大觉吗 所以我常讲 就像菩萨菩萨的骗疾 为什么叫骗 能骗出 就是不多处 就是一切 急着万法 立 明立相 明明明白白的明 立 尖锐 理智 智慧 猛立 明立相 你能骗 这就是汉择佛教 大圣佛法的逻辑 能骗 那就是超越 不多处 你只要多 你根本就不能骗 你只要抓医 你就不能骗 能骗就是不多处 所以菩萨就是叫大觉有情 能明白一切友情处 就是大觉 因为那个大不是一下 一法可以料 那就叫大 那能觉的一切友情处 不叫大觉 大觉在哪里 大觉不就是现在的一切众生 是一切友情现前处 但是一切友情现前处 你明白一切 那不就是大吗 那你能拿哪一个一来亮你呢 你是黑吗 你是白吗 你是喜吗 你是鹿吗 你是哪个像吗 你都不能来亮它 你为什么不能拿哪一法来亮它 因为它能骗嘛 它能骗现一切像 记住将来心中的体会 你能骗现一切像的 那个绝对就不是 你拿哪一个像来亮它的 回头亮它的 就类似于经中常讲的 如同大海水 大海中常骑一切水泡 它能骑无量水泡 水泡都要依大海中才能够骑 才叫做水泡 所以大海中所骑的水泡 你不能拿水泡来亮大海吧 你不能举一水泡来亮大海 这些就是命运经讲的 这种不认淫薄 唯认佛 这是众生的可悲之处 那灵灵之间就躲在众生相处 当你要明白那众生相时 你知道那些众生相 什么叫明白众生相 众生相就是众生众生 就是一些能生啊 那众生就是什么 就是大觉 只要能众生的 就不多阴 不多阴 所以你在喜之喜 在怒之怒 那以前你因为我们是凡夫 以为有多 其实你仔细思维 我们只不过是习惯于 一个一个感受 一直补处 所以洗来就补处洗 那时间久一点一直在洗 那不是你真的有多 假如你真的有多 下面洗怎么会慢慢慢慢 视力转斜 然后明明变得又很转变了 是你不断地执着造作而已 你心组从来也没有多过 要是我们真的那个心性 像我们以前过去认为 那众生心就一定有多 一定有坚、捉持 那恶人就永远是恶人 不会想 不会改变 那孟母就不用三千了 那个孟子就打死 就是那个德性了 不会改变 那为什么有变 为什么能变 虽然你不认他 你就是凡夫以为你都躲在感受之中 那事实上你的觉体也从来 也没有丝毫陷害于你 它根本不躲 它根本不住 从来不住 所以你才会觉得 才会 在种种 境界之中 在逢生机 任何境界中 才有转机 那有的人说 我现在叶报太神 怎么一直都看不到转机 你一直抓着那个叶 你在那个叶中所转机 你现在抓的那个叶就叫受 你还在受叶叶怎么能转呢 就像有些家庭里面 夫妻啦 妇女啦 母女啦 母子啦 有时候不见得和乐 彼此之间有很多的 互相内心之中的挂碍 或者彼此的这样子 互相的 这个 触脑 在触脑之中 你想怎么转它 想怎么改变它 你想改变它的时候 你已经在肯定 你在受它的触脑 你一直抓着触脑 在受它改变 你根本叫做受 你根本正在受业 你怎么改变它 那就是你的业底嘛 不管你是做妈妈的 或者小孩刺激你 触脑你 你做妈妈 为什么孩子会刺激你 就是你有这个业 所以你生出的孩子 它就刺激你 那你要改变它 还是自己消业 尤其是做母亲 或做父亲的 父母如同家庄 孩子的大树 你不要想到 只要改变孩子 那不是完全治本的方法 你应该会自己消业 你没有业历时 你的孩子 他就不会陷入是行为 刺激你嘛 就算孩子过去生中 有无量罪 有无量业 但今生因为你是他的父亲 你没有这个业 你还能够呵护 就像大树一样 帮助这个孩子的业力 照着他 不让他生长 不让他献钱 这应该是你的责任 因为孩子有时候有业 你先忏悔 自己心中懂得忏悔 表示你不随他转 不随他受 你再来劝他看看 你再来改变他看看 那这个中间 就绝对不是只是一味的 溺爱 或者是一味的跟他对抗 不是 因为你念念之间看的是 如何消自己的业 这或许都有转接 这才能有转接 就算真的这个恶业之中没有转机 你也在你的心态之中 那你也能够承受 在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 你过去业力为你呈现的环境里面 你也叫消业 你将来生生世世再也不多 如是此业 这才是下手处 这才是真的下手处 所以那个菩萨的大觉友情 他就是能够入一些友情 叫做大觉友情 所以菩萨当下就是为众生处 因为菩萨现前就是友情处 那些友情就是菩萨处 你明白如是能够大起大觉的 那个就叫做菩提萨多 因为你明白那个大觉时 你不被任何感觉中所流转 要知道大觉友情之中 不是你只是明白是觉体 我也跟大家讲过 不是只是这一项而已 只是最初跟大家讲时 最初明相讲 可能只能约一项 约一法中去跟大家解释 但你只要将来真正在一切感觉之中 你明白能呈现一切感觉的那个大时 这个决心还能什么 还能够帮你呵护一切感觉 因为这一些感觉都从觉体中出 过去你坐在一些感觉中 你就随他的业力 不但随他的业力 业力就是他的这种缘起的氛围 不但随他缘起的氛围 你还随他这个氛围之中 一直随他在造 叫纠缠 将来你明白是大觉时 你不但能够明白他的缘起的氛围 他赋予的个别的业力 你在决体看这个业力之时 你还可以把这个业力 带他的业捅回绝海 叫做改变他 转他 你人心境之中都能这样转 就算是黑 我不灭他的黑 但我却把这个黑 转成清静的觉知的黑 你人心中都能这样转 所以一切事件 一切业你不能 没有 你不能转 所以叫心能转物则如来 心本来就能这样转 决心不就这样转的吗 你只要站在绝 站对了就能转 那就是明白大觉心体的如来嘛 所以这句话 根本没有任何怪的乱神 你又不是魔术师呢 你转来转去 你叫如来 所以大家互相以为 用这种众生的之间 哪种个体 每一个人的那种形象 这种怪就乱神 哪个会变化的那种魔术 以为叫如来 根本不是在心意上解释的 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神棍嘛 茂名 什么观世音菩萨再来 茂名是谁再来 你都会信 奇观 这也是可怕 中国老祖先留下来 这么多东西 佛法也知道 中国才能够发扬光大 所以叫汉 汉教的为他 可是我会发现 现代真叫末法 不但内地如此 台湾也是这样子 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 现在居然都不是过去老祖先的这种指挥 用的都是一般 可能都是世界上面 这个地球上面 最贫瘠 最心中最贫瘠那些地方人的 那种心中的作用 不是依赖 忘求可怜 每个人看起来 好像都很精进在学什么 你能学什么就是什么 用你的精进 是想换得你所性的那个 好像对你的忠诚 对你的忠心 将来他会对你特别悲悯 光这种发心 就叫可怜 就叫卑微 那这种发心 那这几堂课 要是大家听下来就知道 这种发心就是障断你将来 那生生世世再也不懂得什么叫自信 令你在心性之中崛起 它就断了就顺着发生毁灭 所以菩萨现前处 他不但能转一些感受 也是菩萨 就你只要站队你的角度 那叫如来 自然决心就能够转 那就是大绝有情 他都是什么 他都是为众生入生死 为什么入生死 因为众生向中就是 是畅罗生畅罗灭才叫众生嘛 所以他现前处就是畅罗生畅罗灭嘛 所以讲这句话的意思 就告诉你 无垢撑在哪里嘛 无垢撑不就是现 一切畅罗生畅罗灭 他就念念之间 随他现出 他一念念不多在其他的苟然时 就是无垢撑 没有这个能现一切感受 根本不多感受的 根本的无垢 你哪来那么多感受的呈现 你怎么会有觉得 每天多彩多姿的感觉 你那个能觉得多彩多姿 他是哪一个多彩多姿 他是喜 他是怒猫 他从来不受如是气氛的影响 所以他才能够陷进一切气氛 就像镜子 从来不是清黄赤白 他也从来不受清黄赤白的影响 所以他才能够为你陷进一切清黄赤白 他不但陷进 还能够陷进一切清黄赤白的气氛 所以能现的一定不变 不变才能够应万变 才能够现万变 因为这是一体决心的东西 不是一体决心的东西 你根本不能知不能见 不能知不能见 我跟你讲干什么 不是你决心的东西 你根本不能知不能见 为什么 他叫不觉 不觉你还能知能见吗 你能觉 凡所能觉的 放眼望去 橘木天下 用手能指的 用眼睛能见的 都在你决心之内 你信不信 都是你自行变现 那时候我自行变现一个大山 你这个是自己被心中被物化开的 不是你心中变一个大山 你老是用这个迷向之中套出众生的 这种最卑微的语言 所以你老是拿个物像跟心中在比 相当于你要知道 你所见的大山 这些物像 都是你心中的境界 哪个大山 不是你就是随你的业力所呈现的大山吗 你心中卑微就是卑微的大山吗 你心中可怜就是可怜的大山 你心中有欺度 大山回忆你都是欺度 你根本没有福德的大山 你走到那个非洲或者到伊索比亚 他们有没有山 也有山啊 那个山是什么 完全枯黄 没有生机 他们有没有河 有河 河道都在那边 全部枯河 没有一滴水 他光看到河 不见到水 看到心中的枯渴 那是他的河 那是他的山 那有得的人呢 不要讲有得了 你今生有点福报呢 你家里面做个植物 这是我常讲的 他都马上鲜荣 繁茂 你要这个时候 正在倒霉 走下坡呢 正在倒霉 你随便买个鲜花 回来看看 那鲜花都不鲜 你不知道 所有的一切生气 就在你心中吗 你明白那个生气 都在心中 你现在看那个物像 是供业 但事实上 你虽然是供业 可是事实上 你的灵世 正在入胎之时 供业 你以为是 这些东西都 都存在 已然存在 错了 已然存在 是供业 供业抓的那个假象 你在存在 你的灵世入胎之时 它在你灵世之中 组合你的世界 什么山光 水色 在为你组合 它组合在你意识之中 那个大山 那个形态 那种感受 那才是你的山 那才是你的世界 所以你一身下来 虽然感觉到 我们有个工业 山都在那边 其实 你看的是你心里的 那个山 它看的是 它夜里的那个山 你早就在夜里中 组合了 你不知道 所以就寻业发现 那这个众生 共同的世界 你以为真的 我们看到是一个山 所以你没有能够 把那个悟象 老是被自己被悟化 被悟化 所以菩萨 为众生入生死 就是当下 就是生灭 菩萨就当下 就在生灭 有生死 你看到生灭就有病 有生死 有生有灭 看到生灭就有病 所以 如果众生得力病者 则菩萨无福病 如果众生得力病者 则菩萨无福病 那你说 那既然有生死 有众生就是生灭 那众生就在生灭之中 那众生如何得力病 我讲这个话 大家重新听一遍 众生就是生死 所以讲生死就是病 众生根本就是生死 那众生如何得力病 就是得力生死 你告诉我怎么得力 根本不必离嘛 众生就是生死 生死就是众生嘛 那离什么离 那就是当下就是无病处嘛 根本不必在这上面 忘说有离嘛 这个可能你们听不太懂 因为心可能过去 不是太维系 我光讲一个风动翻动 六组都公案好了 讲风动 就光讲风动 现在讲翻动 风动 风有动吗 风性就常动嘛 动者是风 不动是虚空 所以这个叫 你是体会法性 风是法 体会那个法性 体会法性的目的就是 你明白决心 你要明白决心 你先体会法性 将来你法性明白 就明白决心 将来决心明白 就知道法性 这根本是一 所以有的时候 在法中要你变性 有的时候在决体上 让你变性 这就是出家人的 每天的功课 不然我们出家人 凭什么受大家喜爱供养 就是每天的功课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法性上参 参的时候 其实就有决心 风不动 是风芒 不动是虚空 风性既然常动 我们给它个名字叫做动 其实它正在动时 就是风性的长痕 其性常事 其实就叫不动嘛 只不我们能够 叫它个名字叫做动 但是你永远知道 它的动中 就是它的不动嘛 根本没动嘛 你要把风动了 什么叫风动呢 就让它飘步 叫做风 那叫做动 你什么叫动了风 就是让它不动 不动 风就坏了 听懂了吗 所以有的时候 打破一件名字 给它名字叫动 有什么关系 谁让你躲在动中的名像呢 其性自动 其性自动 所以长痕不动 不动在哪里 就是坚持 性依如此而已 恶动 所以你明白风动 你望做风动 其实风根本不动 但我说的不动 不是你做的不动 你说的不动 是坏风 就没有风了 就变得虚空了 我说的风动 风不动 是因为它长处于动 所以你不能再望做它动 那翻呢 翻根本不动嘛 翻在动的时候是风动 翻要没风的时候 你要翻动一动看看 对于举目望去 世界就是这样的 各个 诸法 诸法位 根本不动 翻也不动 风也不动 但风 翻却随着 翻似乎有动 但其实仔细思维 翻重来也不动 正在动时 翻也不动 你有没有看到是风动 翻也没有力量 它自己在动 举目望去 云藤鸟飞 一切极尽 知道吗 那你在看每个心态 每个念头 念念之声 念头长仰 根本极尽 这叫做 入涅槃 你将来在心里面 体会一点冷索 你都会体会一些这种道理 这是心性啊 还是没听懂 对不对 来摇头了 听不懂 听不懂 下次好好再把这句话 再拿来仔细思维 所以那叫做 看破人的名字 所以有人望着 那是风动 风哪有动 你真的知道法性时 你常灵于风 你都知道风性常恨 它根本不动 它常住性中 哪有动 它就是这样子 叫飘步 就是风嘛 你何必更说它动 方回过头来 众生就是生死 生死就是众生 它有动吗 它有真的有生有死吗 那生死是病 众生怎么断断生死 你明白 其性本来就是断斌施 就是出生死施 好 休息生分 那生死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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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生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